寶貝尿頭一直是周伯侯的招牌造型 不過近日為了拍TVB懸疑新劇《旁觀者一改形象》 染了一頭淺啡髮兼索韓仔旁分流海發影 瞬間由星龍南歌手變成了惡怕 劇中伯侯飾演性格分裂的Cafe老闆 暖男的另一面是連環殺手 所以劇中不乏殺人和分屍等場面 亦與扮演女境的黃敏映發展感情線 早前記者見到伯侯和Fenix在深水埗拍外景 伯侯戴上文青金絲框眼鏡 就眼看十足哈利波特的款式 當日下午4時機 柏豪和Fenix在高溫下穿長袖衣服 在街頭拍攝拖手慢步談情器 而在正式VG之前 一對已婚人士已經拖到實 認真投入角色 期間有專人舉散的Fenix 更舉起手中電風扇幫柏豪散熱非常貼心 不過由於天氣炎熱 柏豪仍是拍到大汗搭細汗 男助手索性把風扇仔伸入其上衣吹背 之後他又自己掀起白T吹腹機 雖然曝光一個小時 雖然曝光一個小時後 臉又飄沙油要貧行補藏 但柏豪心情依然fairy night 事關全程有索爆人妻陪著吹水 還好傾到咬耳朵 Fenix更被哄到黑黑大笑 看來兩人暫時忘記了熱爆氣溫成功抗熱 拍到傍晚近6時多 終於喊咳機了 急急脫下愛托的柏豪和Fenix 雙雙步行到隔離街 並各自登上座隔離開 途中女方更興奮到跳跳下 心情很high 時隔5日的傍晚5時多 柏豪和連絲 而Shiga還有馬冠東 去到深水埗白羊街一間Cafe裡拍攝 在Bricket期間 Shiga就陪工作人員 走出店外吃二手煙 直到晚上近7時多 拍完最後一個鏡頭 柏豪就脫下圍環 按住手機 在助手陪同之下 在店外等車走人 而Shiga下班都不捨得回家 事關他餓到要急扛外賣衣套 我是陳淺鵬 足頭條日報 十六週年生日快樂 休息一下 有機會 �를落下